即将轻眼见到他 萨弗拉斯研磨拉格纳罗斯之手 简称陈锤 是拉格纳罗斯研磨之王的武器 魔术世界极具纪念意义的第一件传说机武器 在后续的版本中也加入了幻化 所以我一上头就去做了一把 今天就简单分享一下我制作陈锤的过程 陈锤制作的过程十分简单 玩家只需要击杀龙火之星的大罗斯 获得拉格纳罗斯之眼 然后去拍卖行购买一把萨弗龙战锤 右键合成 视频节目 怎么可能 现实往往比较残酷 你的钱不够 你的钱又不够 你的钱总是不够 我的冒险之旅又将开始 首先带着一块萨弗龙铁钉 去黑石神院的黑铁酒吧 跟罗克图斯暗器对话 获得萨弗龙战锤的锻造图纸 学习图纸需要把锻造练到300 嗯 要不还是去买一把 你的钱还是不够 由于冲锻造的过程过于接耳 我们就直接跳过 当锻造满300后学习图纸 制作萨弗龙战锤的材料 需要萨弗龙铁钉8个 山脉之血10个 奥金钉50个 黑铁钉20个 龙眼之盒10个 赤热之盒10个 火焰精华25个 有情提示 这些材料全都是可以在拍卖行购买 当然投铁的小伙伴 就是坚持自己搞材料 萨弗龙铁钉 可以通过击杀MC的 焚化者古雷曼格 网传掉落的概率是30% 算上兑换图纸的那一个 玩家一共需要准备9个 山脉之血 只有击杀龙眼吹鬼者 和挖黑铁矿货的 概率非常低 非常低 非常低 当然玩家也可以只刷小怪 然后出本重置 反复刷小怪 总之这几天 我为了刷萨弗龙铁钉 和山脉之血 前前后后又出了好几个分裂 50个奥金钉 需要50个奥数水晶 和50个色银钉 这里推荐环形山跟东泉谷 都有很多色银矿点 黑铁钉的制作过程 可以回看我之前制作分界的视频 赤肉之河 熔岩之河 火焰精华 这些材料 双MC很容易获得 当准备好所有的材料 我们来到黑石深渊的黑铁站这里 开始制作锤子 制作好萨布龙战锤 然后右键合成 这就完成了成锤的制作了 装备之后就会跳一个光辉世界的成就 同时装备封建可以做向对比 那么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 记得一键三连 下次见 祝你一路随风 祝你一路随风